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注意去改善它 第一个眼睛最怕晒的时候 我们可以出门的时候 戴个这样镜啊 打个这样散啊 是吧 都可以解决 那么今天这个环节 我就不是在讲这六个最怕怎么处理了 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在今天这个环节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的眼睛 如果出现酸 疼 特别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肯定有很多人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出现过眼睛干色痒 也有人出现过酸 疼 困 然后呢 总觉得按一按什么地方就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给大家几个穴位 我们就坐在这里就可以把它解决 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赞竹穴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赞竹穴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整个眉端的这个地方 这就是赞竹穴 我们怎么去揉它 我们可以用拇指去揉 我们朝着一个方向 如果你的两个手对揉的话 一边是顺时针 一边是逆时针 我们每次揉呢 就是要换着方向去揉 每个方向呢 转够三十次 你在一按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 去享受 这样在安揉的时候 哎呀 好舒服啊 把这个酸 疼 困的这个感觉迅速就拿掉了 这是第一个穴位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太阳穴 太阳穴在哪里啊 太阳穴在我们整个这个眉梢 不是这个眼角旁边啊 是眉梢 这个窝窝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 这个太阳穴的安揉呢 也是能够很好的去改善整个我们眼部供穴的 大家去揉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太阳穴 我们揉的时候也是要用拇指啊 一般我是喜欢这样揉啊 也可以用食指啊 我们这样去揉 有一定的力度会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这个太阳穴呢 每天按摩一到两次 每次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可以改善疲劳啊 特别是改善疲劳 帮助呢 集中注意力 这是我们的太阳穴 第三个呢 是球后穴 这个球后穴在哪里 在我们的下眼眶 我们先找点下眼眶 闭上眼睛 从这个眼角外侧 往这下眼眶啊 摸见这个下眼眶 外三分之一 和内三分之二交界的这个点 这就是球后穴 我们在按的时候可以用食指啊 闭上眼睛 顺时针 逆时针 那么我们如果相对这样按摩的话 你有一侧一定是顺 有一侧一定是逆 那么你转过三十次的手再 翻回头去转啊 这个球后穴的按摩呢 能够达到治疗眼部疾病 缓解我们近视 斜视 清光炎 所以呢 这些都利于我们平时 只要有空的时候啊 在洗脸的时候也可以做 一般这个穴位的按摩要持续三到五分钟 通过这些眼部的这些穴位的按摩呢 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明亮 同时呢 缓解我们的视觉疲劳 改善我们眼睛酸痛和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好 谢谢大家